4月2日上午,广州粤秀区桥莲与美国华商会广东分会共同举办的旧金山华侨千人墓云祭祀活动在广州举行。 今年是举办旧金山华侨千人墓清明祭祀活动的第10年。 受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当天的仪式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向全球华侨华人直播旧金山华侨千人墓祭祀活动。 活动现场视频连线了在美国费城、宾州、夏威夷还有欧洲荷兰的数位海外侨领。 海外侨领抒发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也介绍了当前各国的疫情发展情况。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在中国国内疫情爆发的时期,捐资捐物运送回国。 现在,海外疫情严重,他们表示会继续打好下半场,加强联系,共度时间。 随后,祭祀直播活动开始,大家轮流在屏幕前鞠躬,为旧金山华侨千人墓献花寄托爱丝。 我认为,我们认为,我们好的计划、其实是一个大风格。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了,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长度目之间, 和我们四口、在一大风格的地区 In Hebei外、四口、爪串事化还有一个大风格。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有關招待的荷兰的货帧就是我们的主要认为, 一百多年前 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许多无名之辈 他们被当作猪仔苦力卖到美国 或修建太平洋铁路或挖西部金矿 这些先人被迫背井离乡艰难谋生 最后客死他乡 而在旧金山华侨千任墓之下 就是从旧金山运回的924具铝美仙桥的遗骨 在2011年 由广州月秀区桥连发起墓园的修建工程 美国华侨进出口商会广东分会会长陈恩安 出资10万多元人民币 并亲任施工监理 而近年来 每年清明期间 都有十几个海外乔社团 到华侨千人墓参加祭祀活动